他们出枪的点不会占 哎 这边的话龙东权出手放倒了石七兽啊 他是在侧线的马路侧在架枪 哦 应该是想过来的 怎么会在这个位置呢 他西南侧把作案卡在了手内 哎呦 这波是直接撞到了长条房的位置 95K在首家 队友还没有赶过来支援 第一时间放倒 这边放倒了一个 我们看到房区里还有就是品言明明 奶奶过来支援 四个人同时打鞋桶的话 先拉起一个 这5K知道情况不是很好啊 以防持投注要架一下脱下时间 对我已经过来了 博连还在尝试找一些机会 拉到了这边长条房的一个山头的位置 巨斧的战斗也打完了 这长条房打起来 外围有枪线一直在骚扰啊 MIP爆伞直接正面突破 爆伞到腰射 哇 腰射把头给打了 屏幕是白的时候 也是可以按左键的 楼上的人刚刚浮起来 换神再回来拉一下队友 用道具封一下时间 现在比较急的是悟空 悟空 这个地方太吃道具了 被锁在了二楼的位置 南少拉出啊 这一步是就放倒了换神 但是南少也很快 先打倒了南少 收白鲁马 最后一个了 这方三个人同时的一个压境 还是没有扛住 但是FORM这一步要找机会 直接往长条房 看到了对手要丢雷 先推到二楼 原来有填霸的枪线 崔基的出枪 是把周平安给击倒了 FORM知道防径里面 是牛HAPPY的 只剩两个 换神之前被淘汰的信息 也知道的 小海直接冲进 先把冥冥打掉 剩下只要等队友到位就行了 是一个多抓一 牛HAPPY在扶人 已经扶起来 但刚扶起来 小陆迪克精准的顺暴 再次炸到周平安 只剩南南一个 血量也非常的残 直接进入到房间里面去找 然后在切枪的时候 看到厕所打爆的南南 立马再切回来枪 哎呀 段做的要比CTG更加的快一点 可是七七被留在了后面 毕竟这样的过点 在多根枪线下 确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左下角稍微的加一加 至少能换一点分数 这个点位相对来自还行 下面的房区是没有人的 MCG先到 然后山头啊都没留人 这就是MCG开启隐身战术了 是的 不过这次天马尺的压力很大 另外一次巨幅看到了MCG 一个枪线往一个局面 天路上山头了 跟4M离得很近 后面CTG主动发起进攻 然后SMS脸上去冲 但是很难啊 小团后面一波出枪 零枪倒了 忙给你回头把小团给放倒 崔西再出枪 忙骚骚也倒了 CTG两面被夹 正面这个反驳是真的难抵 SMS只要架好点位 CTG完全打不下去 SMS有了人数优势以后 已经发主动发起进攻了 后面的鞋同 把天霸击倒的人头全部拿下 只剩下后面这个情况 知道一直屁股有人啊 还是想清干净 这很危险啊 就是他他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跟猴王就拖住了 猴王知道他脚步伸了 正面天路和4M也打了起来 两颗雷 匆匆配合队友 是直接把龙中拳给炸倒 龙中拳也是一个拉环雷啊 互当藏雷 把自己淘汰掉了 因为他们这边是有个反坡的 看不到 拉起了小路 位置已经不再圈了 全球往北边去了 FTY跟TMA 拉起在藏料房的门口 视野非常自闭 完全帮不到队友 FTY又能抽吧 又能锁房间里边的人 哎摸上来了 RBS两个人摸上来 他派两个人守那个TP城的城口的家 然后过来找找机会 但是这一波感觉这一侧打的人还有点多啊 没有去约瑞去心理 拿到分数就直接往回退 想拉出来收分啊 搞了一波击倒 看压体的这个雷会不会有效果 不安的这样摩托车是直接往城里面去扎了 实在没有进圈的角度了 左右两边全是人 就是得把这个房间里面的人清掉啊 他不淘汰FTY的屁股永远不干净 还是要考虑到DT在侧线的一些枪权的问题 知道了是让牙皮哇一丝跑了进来 但远处匆匆 这一波设计是将牙皮的分析给拿下 哇小九 这一波没办法呀 想卡一手这个屁股 但是 还是被打掉了 由于FTY的一直在作战嘛 所以整体的北部的心目跟天鹿 还有天梅那边 选择了想要强打这个厕所 好龙斯哥的架枪 有了效果 萨特倒地了 松松立波出枪 然后再加小铜的雷 旺仔跟龙斯哥都倒 都已经不再穿了 所以没有人能影响到他们这边正面的作战 先把龙将军的人头收下 全闪 现在两个人一起拍 又摸上来了 IBS 又摸上来了 这两个人机会抓取者 就愚人 管他们这扎就完事了 天经全再说 其实从结果来看 天鹿这一波 他圈面的换分已经收购本了 他拿了挺高的淘汰 而且是吃到了这个排名 后悬太爆了 吃到了大家说 近点这波要接车 第一时间的反应 看能不能拼过 天地这边连续的接车 打倒了好几个人 但由于远处队友的枪线 目前补不过来 还是有点远了 不过分数应该是拿了 反坡的位置刚好在圈就可以了 这位置不在圈啊 车胎没了不没了吗 哎一会丢雷就好啊不忍了 现在就丢 主人 这雷直接塞水里了 下面去趴着真一点意义都没有万幸 另外十七要找机会直接去撞了巨幅的这个红砖楼 但是小昂他们是架好了这个过点和小宇宙的一波配合 很迅速的把十七的分数给拿下 那么DT也是已经落位了 到了圆盘附近 枪线的展开 哎呀这颗雷直接把过点的六一炸倒了 六一是一把AWM 他要是三几套倒地就血亏啊 这样这一发手雷没有什么剩下往烟里去扔的 一天两人进到了圆盘内 看到了侧线架枪的人 雪墨这侧倒地 嗯 这位枪线影响太大了 所以DDT他只能在这个下方待着 这位置太尴尬就被架死的 这出都出不来 烟一散了就没了 哎呀真难受啊 哦呦冒着生命危险过来收分 哎看能不能喷尿 哦人头被圆盘给K了 没治就真没办法 这有意识在跑哎 但是圈子这个镜没有在看 他刚才没有在看那边啊 过点抽了一枪 五弹头出发了 封烟过马路 最后一搏了 看能不能找机会拿人分数 肖样 一颗雷直接把两个人炸飞 倒了回来 好可惜啊 这样道具 赛部导人浪费了 T9的出枪 小宇宙倒了 原点的小宇宙倒 只剩今天反坡两人 有没有闪什么的 这种位置打斜同是很容易的 哎巨斧小羊 想得了臭门突破 突然发现反坡没人被骗了 哎 反坡的人只是过去丢了个道具 拉回来了 哎呀藏不住了呀 回回 烟药散了 这反坡待不住 开始混烟 只剩小羊最后一个 恭喜FMS 在这局里面九个淘汰 成功吃鸡 这局